看着众盟友跨上战马 监督着一众手下搜尸 哈德逊直接无语 本以为自己就够猥琐的了 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同道中人 说好的替盟友收尸 结果一个个都跑去发战争才了 感情刚才的真情流露 纯粹就是在演戏 没得说 必须要加快速度 这场战争大家的损失都很大 又没抢到什么物资 只能从死人身上打主意 贵族家也没有余粮 注定血亏的一战 能够找回几分算几分 财博啥的 哈德逊也不指望了 都是一群苦哈哈 腰包里能有几个子儿 关键还是多强点武器装备 战争时期这些东西才是最宝贵的 可惜大家都是穷贵 叛军中也只有少量头目拥有铁制兵器 铠甲那就更少了 反倒是阵亡的盟友家族精锐装备不错 可惜这些武器装备大都刻有标记 除非主人也躺下了 否则还真不好私吞 为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 哈德逊金口一开 谁先找到武器谁就先换装 不合适还可以相互之间交换 没有收获的倒霉 但那就继续拿着竹枪好了 至于替盟友收敛尸骨 那根本就不用着急 尸体躺在地上又不会跑路 等搜刮完战场之后 完全来得及 一路搜刮战利品 哈德逊也在不断反思 白天的战斗看似成功滑水 但他的表现也并非无瑕 孤零零的一名骑士在战场边缘游走 实在是太显眼了 即便是后面及时反应过来 采取了补救措施 也难保没人看到 另类 在任何地方都是被排斥的对象 一个不合主流的骑士 是很难在贵族圈子里混的 幸好战场太过混乱 大家没有工夫关注他 就算被看到了 间隔距离那么远 也很难准确辨认出来 可这终归不是无懈可击 毕竟第一波冲锋的骑士并不多 哈德逊没有跟着冲锋乃是事实 现在大家都沉浸在惨痛的伤亡之中 没有新思想那么多 后面反应过来肯定会有所怀疑 当然 哈德逊满身的鲜血还是给自己加分不少 没有跟着冲锋 不等于没有上阵杀敌 落在队伍后面 没跟上第一波冲锋 后面队伍陷入敌人的围困之中 独自一人冲不过去也说得过去 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混 没有证据的事情 谁也不会乱说 不过这种事情可一 可二 不可再三再四 发生的次数多了 终归有一天会穿帮 往后的事情姑且不论 反正在这场战争中 那是绝对不能被人发现 唯一令哈德逊欣慰的是 骑士在战场上也不是一直在拼杀 打累了同样会寻找机会休息 当然个别无脑莽夫除外 不过这些人通常都活不长 毕竟 人的体力不是无限的 连续高强度战斗谁也顶不住啊 那种连续砍人好几天 纵横江场所向匹敌 当故事听就行了 若是当了真 地上的这些就是榜样 夕阳之下 望着满地的尸体 皮尔斯伯爵也是欲哭无泪 看似获得了胜利 但这波道尔顿家族却是血亏 得罪了省内的一众中小贵族不说 家族精锐也赔进去了好几百 尤其是飞红骑士团俭员过百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所取得的战绩却拿不出手 尽管叛军的伤亡更大 但炮灰这玩意儿真心不值钱 死了一批 还可以再拉一批 有血月号角在 刚放下锄头的农奴都是威胁 无论是十换一 二十换一 骷髅会都是血转 毫无疑问 接下来的战斗还会更加残酷 偏偏评判大军这边还出了岔子 看一众贵族的反应就知道 大家对他这个主帅非常不满 按照惯例 一场仗打完了 这个时候该先来拜访他这个主帅的 结果大家却跑去搜刮战利品 生气也没有用 封地贵族的自主权一直都很高 若非皮尔斯是王国任命的东南行省总督 大家都不带鸟他的 道尔顿家族是省内第一大贵族不假 但别的贵族也不是好惹的 稍微有点二底蕴的家族 谁没有点二压相抵的手段 平常时期大家给他这个老大的面子 但是这次被坑了 岂能没有表示 皮尔斯非常清楚 今天的事情不好处理 要是不能给众人一个满意的答复 往后道尔顿家族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 传令下去 请各家代表进入要塞议事 皮尔斯伯爵语气低沉地说道 能屈能伸是贵族的优良品德 做错了是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错再错 能够长期把持东南行省 皮尔斯伯爵显然不是等闲之辈 前面两次算计失误 那是源于信息不对等 错估了各方的实力 同样的错误 皮尔斯不会犯第三次 现实也不允许他犯第三次 贵族注重仪表 正常情况下接受邀请 哪都要好好收拾打扮一番 这次纯粹是例外 一身戎装 就连脸上的血迹都没有擦去 哈德逊就步入了要塞之中 除了个别迟来一步 没有赶上大战的贵族 所有人都是差不多的打扮 显然 这是在以实际行动向皮尔斯伯爵表示不满 尤其是最先参战的联盟成员 更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因为皮尔斯伯爵的迟疑 大家可是损失惨重 要是不给个交代 这官司非得打到王都不可 当然 愤怒的人不包括哈德逊 理智告诉他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选择同大家站在一起 只是单纯的为了和群 看着列队迎接的骑兵 哈德逊知道这是武力威慑 警告他们不要闹得太过分 不过这样的小把戏 对哈德逊没有任何影响 现在他正对着一众骑兵望眼欲穿 恨不得站为己有 白天的战斗中 这只精锐骑兵在战场上大杀四方 给他留下的印象 可是非常深刻的 在哈德逊看来 这才是正规军应有的水平 一众中小贵族捣鼓出来的司军 除了少量护卫之外 别的都是乌合之众 内心深处 哈德逊已经做出决定 将来若是有机会 自己也要拥有这么一支精锐骑兵 明镜需要您的手练 恋 Bon 慈你 首先 看他一个物质的手练